孟晚舟被曝,履行使用不同姓名港府,竟然宣称合法。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指持有三本香港特区,护照香港入境处回应指。 香港护照持有人任何时候只会持一本有效护照,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本周一说他不评论个别案件, 但更换护照人士会获新护照号码,据消息人士披露。 华为于去年得知被美国调查后,下令不得前往美国部分员工需上缴护照。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美国司法部,指她在过去11年内曾持有四本中国护照和三本香港特区护照。 在此期间,孟所持三本特区护照有三个不同的名字,而每本护照的号码亦不同。 香港星岛日报引述政府消息,指孟晚舟拥有多本特区护照,是因为她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时改名,经宣誓后可或发新护照。 而每本护照的号码亦不同,因此实际上只有最新的一本护照,才有效有关做法属合法,亦不存在特权。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嘉超本周一时日被记者问道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三本有效护照,可以自由出入境。 是否有可能发生时,李嘉超回应说是不正常,不应该发生的是,任何一个申请香港特区护照的人士,只可以获发一本有效的特区护照。 美国司法部向加拿大提供书面资料,指孟晚舟至少持有七本中国或香港特区护照,还指孟晚舟在2014-2016年间多次进入,美国但最后一次是2017年2月下旬至3月初,就是华为相信已被调查前。 其后孟晚舟与华为高层没有代付美国,华为禁止管理层到美国据来自接近华为员工人士,对本台披露华为管理层人员的护照,去年4月之后被公司收回反响出国旅游,需提出申请但不准前往美国。 该消息称,华为于去年上半年已得知美国正在调查,该公司因此禁止高管前往美国,对于孟晚舟持有多本护照学者。 李女士,对记者说,就说她有两本和的反护照,本身也是非法她有一本香港一本中国护照,中国和香港两本护照不可能并存。 你是中国公民移居香港成为香港居民,持香港特需护照,必须注销中国护照,无论如何她有七本护照也好现在说两本有效护照也好都是非法的。 加拿大法庭消息,披露华为透过香港星通技术有限公司,Skycom与伊朗交易。 由英国媒体指星通公司,是华为的非官方子公司,专门为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设。 报道又指孟晚舟曾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而该公司的员工会使用华为名义的电邮,以及佩戴华为员工正香港一大学访问。 学者黄先生对本台表示,从当前已经披露的事实来看被指控的这家香港公司,使用的是华为内部邮箱系统,而且员工持有华为的员工正至少从这两点来看美国对于这家公司和华为之间的关系这种指控,是有事实依据的。 中国政府却强硬地否认孟晚舟违法强硬,的要求加拿大政府放人,这恐怕是无理取闹的一种表现。 黄先生说,即使证据不能证明,孟晚舟涉及香港公司和华为之间的涉商业欺诈行为,但加拿大方面抓捕孟晚舟,以及今后打算将其引渡到美国,也是按照加拿大和美国签订的引渡协议。 面对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日本三大电信商决定不再采用华为集中心网络设备。 日本共同社周一报道,日本三大电信商计划不再采购中国华为和中心通信的网络设备报道说,安排适用于现有设备,以及下一代5G设备。 另外,日本政府一计划禁止采用华为和中心的设备目的,为加强对情报外泄和网络攻击的防御。